星期四,聯邦法官發佈一項初步裁決 阻止蒙大拿州針對TikTok的全州禁令生效 並稱該禁令違憲 今年5月,蒙大拿州立法者簽署對TikTok的全面禁令 計劃從2024年1月1日起 在全州範圍內禁用TikTok 成為全國首個徹底禁用TikTok的州 理由是TikTok的母公司總部位於北京 中國政府可能通過TikTok獲取用戶信息 然而法官指出,蒙大拿州尚未提供任何證據 證明TikTok所謂的數據洩漏 同時提到,TikTok用戶同意該公司的數據收集政策 蒙大拿州總監察長可以發佈公共服務公告 警告人們關於TikTok收集的數據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